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請看示範 我們這一組是六個油壓缸分成兩軸 然後做三軸一組的聯通館 那企圖要達成一個很特殊的機構 那目前暫時保密一下 那後面有很多的鐵框架是他的好朋友 基本上他要去頂身一個巨大的鐵框架 目前我們在油壓缸的控制系統操作非常簡單 手放開 手放開之後他就停止油壓運動 來我們降 所以我們降的時候 降的情況是這樣子 現在其實各自都在三支三支都在聯通館裡面 所以他會有自己的聯動 那將來呢會用鐵框 來我們來看一下鐵框在哪裡 鐵框呢會在這裡 那我們將來呢 油壓的壓力可能會再調整一下 目前 剛剛才把油管接起來 所以聯通管 來繼續走 你生你的你降你的 才剛剛才把油管接起來 然後正在排除裡面的空氣 有空氣的時候 噪音也會比較大一點 那將來他會跟這支鐵框發生 關聯 好 那 這是我們的控制的油槽 上面就是油壓幫阜 然後三組電磁閥 一組是總壓閥 另外兩組呢是一個控制 前面那三支油壓缸 另外是後面三支油壓缸 來最後再幫我降一下 我們今天 從昨天開始我們的 這個可能降的時候噪音比較大一點 我們明天也會檢查一下 為什麼降的噪音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再請教 北安的林老闆 因為升的時候反而壓力 升的時候的噪音沒有那麼大 剛剛裝油的時候呢 也學到很多 裝油的順序問題 怎麼樣防止油露出來等等 剛剛還忘了 忘了有一組忘了鎖緊 噴掉不少油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舞台動力實驗室 謝謝大家 謝謝